很多人知道导演李安 但可能不知道她的老婆 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贤惠的女人 是的 李安也不除外 要不是她有一个贤惠的老婆 要不然老婆在她最窘迫的时候 毅然决然支持她 她也不可能有今天 下面就来八一八温柔能暗示丈夫邪魅珠的三星座女 金牛女金牛女将为人妻之后 就会以家庭为重 虽然不会以丈夫为中心 成天围绕着丈夫转悠 但她们的生活重心会偏向家庭 会辅佐丈夫的事业 金牛女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星座 她们不会因为丈夫暂时没钱就离开了 既然当初选择了这个老公 那么当老公迷茫的时候 她就一定要在身旁给她力量 金牛女就是那种柔中带刚刚柔并济的女人 摩羯女摩羯女 一个人打拼的时候很要强 但她这种要强是别无她选的让自己变好 其实她是一个很温柔体贴的人 当她结婚后心甘情乱 因为在丈夫的怀里 做丈夫的小棉袄 摩羯女所有的温柔都需要被爱她的人激发出来 并且她认定了你就不会再改变 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陪你成长进步 摩羯女坚持的婚姻观就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执子之手与子邪老 从来不把婚姻当儿戏 水瓶女水瓶女是一个非常适合结婚的星座 她们体贴老公 并能发现老公的优点 从而在老公需要力量的时候 她就全情付出 一点都不吝啬自己的爱 水瓶女心思细腻 有情趣 -猜到这两天都不吝啬意了